在生效之前的僱員 所以享有的慶散費 或者是長期服務金 就以那一天或是那一天的薪酬 去計算他之前的年資 成為他當時可以拿到的慶散費 和長期服務金 如果你一天是在生效日期之後幾年 一般來說薪酬會高了 所以當薪酬高了 如果你成整個的年資的話 那條數就會大些 但是在生效日期 拍照的眼照照就會少些 換言之你解僱了他 你是沒有任何的好處的